苦很重要 苦中作乐又是如何 不过我们知道呢 今天他拖个金光 应该不算苦中作乐 因为今天南台湾的墾丁 因为好像天气是还不错 没错 现在在台湾非常夯的电影 海角七号 当时导演为了拍这个电影 可以说借了三千多万的负债 现在据说他的票房已经九千六百万 再加上大家的加持 马上就可以破议员了 所以呢导演为得成 还有呢就是男主角范逸晨 今天到了墾丁的饭店当中 但庆功宴之外 他真的就实行了承诺 在现场裸泳 往岸上的尖叫声四起 在众人的欢呼下 穿着马拉赏T恤的翻译成冲了 一进到海里 翻译成不啰嗦 脱掉衣服两点全都漏 旁边看着人好兴奋 喊得更起劲 翻译成也很大方 转过身 展现他的好身材 真的脱了 翻译成旅行海角七号票房破两千万元的承诺 用罗勇来答谢观众 为了让这场罗勇秀精彩呈现 翻译成还不敢吃早餐 就怕小肚肚出来见人 我真的没有想象小肚这个电影啦 真的真的没有想象 我一直都对这个电影 非常有信心 那我只是想用自己一个 评客的方式来庆祝 海角七号在台湾票房破九千六百万 逼近一亿大关 创下耀眼的成绩 翻译成这回罗勇 潜入嘴中捞起小惊人 希望海角七号进军国际影展 能有斩获 中间新闻张春华王月芳 屏东报导 而接到这个大家就说